一字排開揮舞光鑒 新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高喊口號 展開全台暴走掃街 站在機鋪車上 拉長身軀和大黨搶票 不只要搶藍軍選票 希望拓展不同年齡層選票的小黨 還有 腰彎得比誰都還低 嗓門都喊到 社民黨候選人李彥榮沒有政黨奧元 黃金週末沒有Superstar幫忙 只能靠雙腳 琴跑基層 宣傳理念 拉抬身勢 民進黨如果一黨獨大 在國會過半的話 有可能會導致跟過去八年來 國民黨一黨獨大整晚跑去 但是導致整個國會 像已經成為社會的亂源這樣的情形 然後什麼重要改革反而是推不動 小黨求生存花招百出 藍綠兩黨擔心政黨票被瓜分 主打選票集中才不會浪費 但小黨各有盤算 政黨票拿下一%捐贈者能抵稅 有2%接下來連續三屆 都可以推出不分區立委 如果得票率衝到3.5% 每年可獲得2000萬政黨補助款 4年收入破億 最希望就是突破5% 得到不分區立委席次分配 每票50塊可以補助4年 所以以50萬票來計的話 大概是2500萬 那4年就是快1 小籃搶大籃 小玉搶大綠 但擴大社會認同小黨才能突破 獲得補助或立委席次 發揮政治影響力 記者臨東名張連浩台北報導